- 新年之初,香港政圈內外,有人歡喜,有人受。 網上談論最多的是繼反對派網媒《立場新聞》自行接埋, 另一網媒《眾新聞》亦預先張揚會在1月4日告別讀者,正式收檔。 另一邊上,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首屆立法會90名議員正式宣誓就職。 各人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貼上打卡的照片,慶祝這一日香港特區暴進愛國者治港的新旅程。 當大家為香港一步一步由亂及自拍手稱慶時,美西方總是要來贈慶。 美國外長布林肯就在上星期,為了立場事件,又說了一番狠話。 要求中方及港府停止針對獨立非官方媒體,並且要立即釋放被捕的立場高層地說。 這種長臂管治的霸道氣炎真是非常難看,而且又是這麼肆無忌憚。 中美博亦是否已經去到無遮無掩無面給的階段呢? 早前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,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已經急不及待地發聲明抵毀選舉結果。 七國集團和歐盟也加入圍攻抹黑,口口聲聲地說香港高度自治遭破壞。 香港只是中國遼闊版圖上的一個小點,一個地方城市推行新選制,與美西方柔柔何干呢? 要勞犯各國勞斯動眾地重錘出擊? 說到底,這些雜音不過是想找個藉口干預插手香港事務,並且要打壓我國的發展。 當然,中央亦早料到有這一著,搶先發表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。 清楚地說明,香港的民主路是由中央政府操盤,並在中央主導下依法推進。 堅持走自己的道路,不理西方勢力的指指點點。 美西方就批評新的立法會不能體現所謂的民主,但舊制度下的立法會有真正的民主嗎? 還是只是外力乾淨的藉口呢? 又記得文化界和社會大眾多年來都希望成立專責的文化局。 其實在九年多前,梁振英政府已經在立法會提出這個動議, 但就因為拉布未能成事。 現在,本屆政府任期就已經到尾聲了,但仍然指紋樓梯響。 《國家十四五規劃》剛要提出,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 即使今年香港有幸設立文化局,也足足浪費了十年時間。 文化局是這樣,體育局也是這樣,大家應該向誰追討這些被擔誤的時光呢? 利文政策在立法會過往的亂象下,通通都成為犧牲品。 前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選主席風波就是最壞的事例。 內委會在郭榮鏗的主持下,配合反對派同伙的拉布攻勢, 整整七個月都無法選出政府主席。 期間至少有14條法案和93條附屬法例不能審議和跟進。 單計開會的開支浪費了860萬公帑。 以當時議員每月的基本薪酬大概10萬計算。 策略估計在7個月內,全體70名議員的薪酬就花了超過5300萬公帑。 但就連基本的職責都做不到。 舊的選舉制度之下,議會除了無日無日的爭吵,有沒有帶來良靜善治呢? 現在在新的選舉制度之下,我們看到了希望。 議員來自不同的界別和專業,對於內地關係、民生議題和國際議題都有新的看法、新的思維。 雖然背景不同,但同樣都是愛國者, 起碼不會為了政治利益和外部勢力勾堅踏背, 而可以齊心為市民解困,為香港找新的出路。 監督政府是議員的職責,他們當然可以與有關當局有不同的看法。 只要聘氣以往舊立法會那種靈和遊戲,議員對立的心態和無理萬馬, 而是有理有據,有建設性的,相信可以為市民解決很多問題。 美西方則經常質疑香港的政制有為民主自由, 亦喜歡培植不同的輿論平台和代言人,借言論自由之名示意抹黑。 中央和港府就被強加罪名,甚至被官以極權政府之名。 在疫下連國民的基本生存權利都保障不到, 令每天數以十萬計民眾染疫的美西方國家, 卻是厚顏無恥地,每天找藉口攻擊香港和國家的人權狀況。 在國際輿論攻勢下,香港和國家都在吃死貓。 但我們不能天真地相信,美西方會在短期內收手。 我們要強大起來,也要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。 成如外長王毅所言,要對話可以,但應當平等。 要合作歡迎,但應當互惠。要競爭模仿,但應當良性。 要對抗不拒,將奉陪到底。 新的立法會正式啟行,議員應該展現出底氣和擔當。 以實際的表現,贏取市民大眾的支持和對我國民主制度的信心。 並且要對國際形勢,國家的處境有正確的了解和回應。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,請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。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,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呀! 多謝大家!